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盤勢格局 在兩天之後馬上要放中秋節的假期 那國際股市在這個變化 當然所有的焦點都聚焦在聯儲會即將開會 那所以以這個盤勢格局後續來講 我們在近期的節目已經跟大家報告得非常清楚 一波急速向上噴出 那同時出現掉人線的這個前後 就提醒大家說 這個高檔區隨時面臨的國際股市的變化 這個盤勢格局很可能就漲不動了 事實上最近其實即便在昨天創下一個短波高 那這個盤勢格局其實一個很像相信的位置 大概8265點到這個8137點這個相信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明顯的 去改變這個短波上面的一個趨勢 所以如果說以退到趨勢性的一個方向 來研判這個盤勢格局來講 這個相信到目前為止是還沒有改變了 那這壓縮是為了後續更強勢 就是一個方向性的一個行情要去出現 那現時這一段所有投資朋友的交易 一定要想辦法去布局說 那後續的趨勢性的方向到底在哪裡喔 那所以其實我們昨天在解這個盤勢格局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假設我們是規劃這個相信 8238到這個8265的高點 是這個相信的高點 8265是在這個位置點 那這低點大概在8137到這個8117這個下影線 我們假設是多頭在這裡進行一個防守 那到底昨天的這根紅K是不是有效性的一個突破 我認為不論是量價不論是指標 在這裡都呈現一個背底的狀況 那先不必急 如果說未來在中秋節之後 國際股市的變數釐清 它又能夠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多頭向上攻擊 那當然這個盤勢格局在適當的經過短指標的一個修正 盤勢格局有可能就一個 我們就可以比較樂觀 但是這個盤勢格局畢竟在這裡充滿變數的位置點 這個攤起來昨天這個紅K的量明顯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就提醒到大家說 昨天向上拉抬的這根紅K喔 那投資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應該還不足以去改變這個相形的區間 尤其在波亂理論的形態 我們會員朋友拿出這個技術別策裡面 有一個波形叫XABC喔 那如果宏達電在122塊錢 我們解盤說XABC是不是兩根掌停向上集團 TPK即將到見到那個波亂轉折的地點 所以這個位置點反過來的向上的XABC 那反而是又多形式 這絕對不能追了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昨天前跟大家講到說 你怎麼確定美國股市一定漲 Next Day只是昨天去直接幫 蘋果甚至還重挫3.66%對不對 所以這個完完全全都是已經QE的一個預期 我們在Facebook上面會大家服務非常久 這是在8月下旬的時刻點 我們堅信We Believe 全球噴出組身段 領先反應這個預期 等到真的昨天這個消息宣傳說 QE緩退了一多桑莫斯意外退選 這個訊息全球股市噴出 劉老師就像我們當初在轉折低檔區 跟你講預期全球經濟復出 你在7800要做多 那反而在8255這個位階 由於短期5浪加KD倍率 投資朋友這裡的一個教育動作 你就要開始緩了 這盤式格局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弱勢的電子 尤其本身是蘋果的話 這盤式格局就會變得比較弱 那符合這兩個條件的股票 我們可能會優先的 短線的避險做空 那所以大盤來到這個位階 我想今天開盤八法是兩點底盤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10點半這個位置點 是空方最自身的一個位置點 這個位置點要想辦法做一個防守 或是在12點鐘 只要早上在這兩點底盤的位置點 再去做一個跌破 那我個人認為是說 這盤式格局後續就會變得比較弱 反之如果這邊呈現一個亮素利手 今天就做一個十字變盤轉折線 那等待下一個變盤轉折 兩月的K線已經變成拇指線 那後面補出一根長紅長黑 會決定未來三到五個 交易日理的方向 那我不小心補出了一根長黑K 那投資朋友這個盤式格局 就是空投拇指 波段向下一個反轉 那我認為這個向下 我會選擇這樣的一個波形 機會比較大好不好 那所以以日限圖的格局來講 我們會提醒到所有投資朋友說 今天我在這個 就連五十分的時候的一個官網教學 我說這個反應在預期面 我們在Facebook上面已經多手著墨了 希望投資朋友都掌握到這個脈絡跟步調 那分時是一個存接盤 早上要兩點低 由於亮說是多方亮假 所以今天幾轉播來講 很可能是一個盤整 小紅小黑的一個十字線 做變盤轉折線 但是這個箱形 還有短期趨勢還是維持住 但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日KD的五輪加KD背離 如果破了隨時有轉落的疑慮喔 那所以新階段在相對大盤機起高的位置點 你做多要盡量選擇 類似像低機起的向下線型的太陽能 像森陽科 像錦豪科 像宏達電啊 未來易龍電在回到一個線型基點的時候 選擇一個低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宏達電在今天大盤有一個點震盪下壓 今天盤中還幾乎空到半根漲停板 那現在這個位置點不要去追 等到回測這個相對轉折低 再去選擇做多 但是做空喔 無量加KD背離高機起的蘋果概念股喔 那昨天不是蘋果又勢力多嗎 大力光攻漲停板 投資朋友在這個位置點喔 那為什麼我們昨天 反而要在公開解盤節目提醒你說 我們是在999塊錢 這個反彈到頸線的位置點去布空喔 尾盤大力光還鎖到漲停板 所以這一筆的交易是全部都有去交易到 那大盤不是五浪加KD背離 又要是要大家賣嗎 在低檔區7800 7761 五浪加KD背離又要是要大家買嗎 所以五浪加KD背離 往往是一個短線交易面上面很好 交易面上面一個參考的位階 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這個位置點 這個是昨天 我說一個月頭行N頭的頸線不能追 反而殺到9月11號跌停板 劉老師要大家不用急 會反彈 可是真正利多消息又出來了 每次都在反彈頸線高點的位置 每次都是見到1040塊錢以上位置 才有利多消息 低檔區卻全部都是利空消息 所以投資朋友你會發現操作真的非常大 難度非常高 那反而交易面上面你還是要有一個有所平具 這三針頭間跌的一個頸線 所以 劉老師簡單的跟大家報告到說 我認為這個蘋果的一個頸線喔 昨天以帶跳空的方式 這個一個月的N頭 除了跌破了這個大概是500塊錢這個大頸線的箱形 昨天是又跌半跟跌停板位置點 確定是有效跌破了這一條頸線位置點 所以趨勢性有轉弱 我認為這一波回測蘋果至少回來00618 甚至於回測前第二機會 所以交易面上投資朋友盡量要先放緩 好吧 那所以這盆視格局我想 呃在這裡只是跟大家報告到說 呃如果在接下來在兩三個禮拜 我們稍微等待觀望 要尋求下一波低階股票的時刻點 如果願意的話讓廖老師來呃 帶領所有投資朋友掌握一下喔 用技術面 你做多的理由同樣也可以用在放空的理由上面 只是剛好方向反過來 好這樣才能夠比較有效的一下 運用一下凝線階段手上的資金 跟時間波的一個有效的一個運用喔 好所以日線圖 廖老師要提醒到大家說 我預期中秋節之後 因為成交量有可能放大 那後續的趨勢性的方向就會出來了 好那當然我們先不預設立場 我認為還有30幾%的機會 債券指數很可能還有背離轉折高 可是因應後續六成以上的這個變化喔 尤其9月23號開始喔 這個清管會開始開放這個 盤下當中交易的股票方便大到1000多檔 所以這個蠻鼓勵大家開始學會多空雙向的操作 因為大盤畢竟有一半的時間喔 這個多空一個循環 你盡量要去順著這個趨勢的MARIO操作 你的資金運用會比較有效率 那我想在這個 空方避險布局的一個部分 投資朋友的一個操作 都還不是非常的熟悉 包含今天3008大力光 過去我們是堅持陪著大家做多很久了喔 可是昨天的公開解盤已經告訴大家喔 這個週限來講是一個長期 頸限高及期背離的這種股票 我們不會在這裡選擇去做多 反而會剛好去反過來選擇 在低檔區 這是高檔的五浪價KT背離 絕對高點的五浪價KT背離 那這是絕對低檔的五浪價KT背離 如果你現在要做多盡量是選擇 類似像宏達電 這個金浩科 或者是TBK 易龍電類似這樣這批的一個股票 反而絕對高級期的股票 像6269的台郡 五浪價KT背離 那這個我們剛講的3008的大力光 或是3189的請售這些股票 反而不符合我們現階段短線來講 我們所說的低基期的股票 好不好 所以接下來如果開放多空雙向 我們交易面上會偏向高級期的股票 短步步空 那低基期的股票逢低乘截 然後以因應後續的一個變數 好不好 那箱形如果確定跌破了 我認為要開始預先調節了啦 那如果說確定這個箱形跌破 你的減碼動作要更積極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測標叫做因應變數 那我認為投資朋友要優先減碼 那9月23號 政策開放的多空雙向狀況之下 可以開始去琢磨一些空檔 以上投資建議 緊供所有的投資朋友做參考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的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致富投資風險